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色泽金黄 辛辣香浓的沙茶酱 在南洋一般用来调味 传到厦门后为人们所喜欢 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常见佐料 厦门沙茶最常见也最具代表性的做法 就适合一些配料和高汤 配成甜辣可口的汤头 做成色泽红黄 鲜香微辣的名点 沙茶面 制作沙茶面用到的主料是 沙茶酱500克油面1000克 辅料上用到腰条肉400克 鲜虾仁300克 鲜鱿鱼500克 大骨汤1800克 生菜250克 调料上需要大蒜泥25克 红油12克 食用盐12克 味精12克 沙茶面的制作 第一步 将腰条肉切成片 鱿鱼切成一个个小圈 装盘备用 第二步 取鲜虾仁 用刀开背 提除虾线 装碗备用 第三步 将锅置于旺火上 倒入大骨汤 用密集大漏勺 装适量沙茶酱 放入锅中溶解 放入盐 味精 烧开后 击成沙茶底汤 底汤 要一直中火 保持沸腾 第四步 取一口新锅 往锅里加水烧开 将油面下锅焯水 同时将生菜掰成两段 下锅窜熟捞出 盛入碗中备用 盛入碗中备用 第五步 开火 将做好的沙茶酱加热 往锅中加入猪腰条肉 鲜鱿鱼片和鲜虾仁 攥熟 捞出铺在面条上 第六步 将红油淋在面条上 再加入蒜泥 最后 淋上热气腾腾的沙茶汤 即成 一碗色泽红黄鲜香微辣的沙茶面 就这样做好了 沙茶汤 橙红明艳 带着红亮的油花 浓稠度适宜顺口 有着神秘的香甜味 也有迷留在口舌时最难能可贵的含蓄腥辣 一碗香浓爽滑的沙茶面 酸甜咸辣 多层次地 刺激你的味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